亲爱的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一集呢 聊聊这个史上最坑爹的神人王静渝的现状吧 这个王静渝的故事呢 我个大伙也说过两集了 这是一个简直是一个坑货啊 专门坑自己的爹娘啊 然后呢在海外啊 拿着美国的绿卡在海外 竟然呢在媒体上呢 亮出他父母啊 给他的这种百万美金的巨款 而且呢接受法轮功的采访 宣称自己的父母呢 从小就教育自己要反共 要追求自由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智障的坑爹神人 对吗啊 他的父母可是在双双在国企里边吧 工作吧 所以说我前两期的视频我就说了啊 他的父母呢 肯定逃不脱这种腐败的调查了 那么王静渝呢 在他的推特上也确实啊透露了这一点啊 说呢 王静渝跟他的母亲呢 已经是失联状态了啊 联系不上了啊 啊 说这个 这个通过重庆政府的在线服务 啊 然后呢 联系到公安局啊 说看看土匪的解释 呃 是这么解释的啊 说在线服务呢 还行啊 这个 对王静渝的这个询问呢 还真的给出了答案 说啊 啊 已经为您了解到 韩静 就是他的父亲 啊不是不是韩静是他的母亲啊 说因为呢 监视居住期间 服用投包过敏 被社区的民警发现后 送往了西南医院救治 目前育后良好 占无生命危险 通过王静渝的推特 我们可以了解到 他的父母果然已经在监视居住 接受贪腐的调查了 啊 不光是贪腐了 也可能还涉及到党级政绩的调查了 王静渝的确坑爹 对吧 监视居住就已经是历爱 调查期间了 啊 还是那句话啊 真是这样的孩子真不知道那些年的啊 那个晚上干点别的多好 是不是 确实坑 啊 那么 查 查一查的话 自己在国企工作的父母 中学时期就送王静渝进贵族学校 给他的卡里边有一百多万美金 这钱哪来的呀 你别告诉我说王静渝的父母靠着国企工作的工资 给孩子的钱都是合法的 所以说他的父母肯定是禁不住查的 还有王静渝这孩子呢 从他的表现来看呢 的确这脑袋是有点问题的 智力可能是有所缺陷 做出的这些事情来吧 啊 智力的确是有所缺陷 所以呢 我对他的未来也很悲观啊 我也预言过说王静渝呢 智力量出这一百多万美金以后 会被这些所谓的民运人士啊 反共人士当成一块 这个臭肉一样的 全得围上来 果不其然 王静渝在推特里边 自己也说了啊 说呢 有一个人啊 就这个人啊 一会儿大伙看呢 这个人呢 给他呢 发了一个推特的私信 说我也是同在海外流氓 我是一个新疆人啊 让他呢 提供一些现金的帮助 啊 这个王静渝呢 就真的 去给他汇钱了 可是呢 他提供的 这个资料里边呢 缺银行的一个识别码 他就没给他汇成 看看到没有啊 说呀 说这个 看来呢 要流落街头了 他以他朋友的名义啊 以他朋友的名义啊 然后呢 让这个王静渝给他汇钱 说是个反共人士 而且还是个新疆的反共人士 你看啊 看还叫伊利森爱尔肯啊 反共再加上新疆 这就是双重骗子呀 对吧 这双重骗子啊 在推特上啊 然后呢 让这个王静渝给汇钱 但是呢 资料不全 资料不全啊 就没给他汇过去 所以呢 这位就开始骂他了 破口大骂 破口大骂 这个所谓的王静渝啊 说给你要点钱 怎么着啊 看得起你 是吧 这个王静渝 说你如果 如你所说啊 是在这个哪啊 土耳其啊之类的 你报个地址 我让我的朋友去找你 给你送钱去 行不行啊 啊 王静渝还挺实诚的 是吧 结果呢 这骗子一看 啊 给我送钱 啊 然后直接就破口大骂 送个屁啊 啊 我日你的 我送啥呀 啊 然后就开始说了啊 啊 有种到乌克兰来找我 啊 奸邪小人啊 这个新疆的反共骗子 立刻就疯了 啊 这不是邪教徒的那种 口吻吗 立刻就疯了啊 说我给你个王静渝啊 一个小傻子 一个汉人小傻子 给你要点钱 你叽叽歪歪的啊 是不是 有种到乌克兰找我啊 所以王静渝呢 就非常的意外 说哎 我这是真心想帮你啊 啊 我真心想帮你啊 你怎么回事啊 对吧 啊 结果呢 我们以前曾经给大伙 做过预言啊 这个有钱的小傻子 王静渝就像一块臭肉一样的 吸引这些 反共的骗子 逐臭之盈啊 怎么样 开始了吧 啊 这是这个骗子 学艺不经 这个新疆的骗子 学艺不经啊 也不能说是新疆的地图炮了 维族的骗子吧 伊利森埃尔肯嘛 维族的骗子 学艺不经 啊 没有把银行卡的 详细的信息 给王静渝 提供权 以王静渝的这种智商 他是真汇钱呢 真汇钱呢 看到没有 在电脑上试图给他汇钱呢 王静渝能有多少钱呢 也就是一百万美金出头啊 自己的父母已经在家里边被查了 坐牢可能是免不了的了 王静渝什么都不会干 以他要 以他这样的智商水平 一百万能干嘛呀 能这个 王静渝 下半辈子靠这一百万能活下去吗 肯定不行啊 而且呢 就王静渝这个脑袋瓜子 谁给他一说 我反共 我困难 这就想给人家汇钱 别说一辈子了 这点赃款 连一年都支撑不了 就被骗光了吧 对吗 王静渝啊 你怎么办呢 就你这个脑袋瓜子 你在海外 你以什么为生啊 到时候把你的钱骗光了 你再回头去找这些 独龙运们啊 去寻求他们的帮助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啊 世间沧桑 人情冷暖 全会在这一些 他们时时刻刻都想骗别人的 这帮独龙运的身上 你会深刻的体会到 王静渝啊 所以 人啊 这个智慧 如果是有缺陷的话 他的悲惨的下场和结局 早已可以预见了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集就聊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